你这个,记住,我们推完敌人痴身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勾不到手,因为太过痴身,它很容易影响到你, 记住,来到这里的时候,核心运球,向后撞它, 当你向后撞的时候,你是撞它的, 但是看下去,它不是一个撞人的动作, 它是一个保护位置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一刻,背脚引在后面的时候, 让它失平衡,我们再撞手, 我们来看看Matthew示范,先记住, 你是以脚位和肩膀保护的, 然后试试抛进去, 好,再来, 好,再来, 尽量不要用这个手去控制, 因为你最后是用这个手去控制的, 我建议你可以这样练的, 先抽一次, 就好像赌性洗牌那样, 明白吗? 试一下吧,go, 抽, 不是不是,这个推走了, 叫着我们最后, 都是抛进去, 抛进去,明白, 然后用碗去控制它, 再来,go, 抛, 抛, 对了, 脚要用力的, 你不要想着只是用手, 很难控制, 你比赛的时候都要用脚的, 压, 抛, 抛, 对了, 好, 再来练縮它, 这个角度呢, 如果你右手的话, 对我们比较有利, 你可以拆板的, 直接拆到角落头那里, 明白吗? 但是你瞄准的时候记住, 你的膝头应该是向前对着的, 放的时候, 记住, 我们在这里, 不要在90度, 在这里, 用手指指向角落头那里, go, 抛进去, 是,good, 再来,go, 抛进去, 对了, 是,good ball, 练熟它, 我们这里先练五球, 是,good, 是,good b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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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这个有点射球, 然后抛进去, 是, 是, 大大力了, 再来, 拋进去, 是,good, 再来, 是, 这个有点脱了手, 脱了手的原因就是, 你执得太前, 要不就太坏, 记住, 我们可以控制的地方, 假设你这样打个圈, 看起来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这个位置的 对吧, 就是这个位置, 这里打个圈, ok, 然后你便抛进去, 明白吗? 我们再控制 像球前来, 去板上, 来,go! 对了, 好, 你不用这么逗了, 先做了, 美好有靠的知识, 然后我们是这样放的, 好吗? 准备 对,对,记住,跳起来 Go 太大了,太低了,高一点 Good 对 放右一点 多一点 对,Good 不是射球的,记住 柔一点 对 Good 没有了,你变了下上了 记住在中间打圈 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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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对,拋过去 对,Good 控制住 控制住那边 在角落头 不行了,再来 停 你就是这个 刚刚说过的 你是向前的 你向了这里 你永远都歪了 向前 Go 对 明白吗 向前的 你想想 对,我们勾手 记住 拋 没了,又开始变成托着球 记住,拉出去 假设你在这里 记住 你在这里 看我 记住,我们记住 拉出去勾手 是 没了 明白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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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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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会托住,托住也可以,但是托住会变成一个蓝底的射球 明白,我们就是要避开它 所以我们避开它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加个转身,然后勾手 再做一次,通常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比赛,我们会加个转身,然后勾手 刚刚的那个球比较蓝底,我们再来一球 压过去,背脚压抽后,放篮 对,推,压,撞,放篮 后手再来一球,再来一次,抽,背脚撞,然后放 记住,明白吗?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动作,Matthew 我们试一下刚刚的动作 首先,我们再看一次刚刚的动作 接球先过左边,推,然后半转身 这个时候,核心运球,压向敌人,拿进一部空间 然后敌人向后退,抽过来,上抽,再上抽,然后放篮 你先记住,抽,压,转,放篮 行不行? 试一下 你接球吧,对吧? 接球,推前 对,转身 压一下 对,记住,压一步,向后 你这个记住 我们推完 敌人痴身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勾不到手 因为太过痴身 它很容易影响到你 记住来到这里的时候 核心运球 向后撞去 当你向后撞的时候 你向后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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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下去 它不是一个撞人的动作 它是一个保护位置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下背脊 引到后面的时候 让它失平衡 我们再拿位勾手 所以你记住 我们由这个动作开始 这里 背向南宽 压 抽 放 有没有问题 试下来 钓砖 不是不是 背脊 刚刚側了身了 再来 对了 拍压拍 不是不是不是 记住两个运球 好 OK 一二 手力运球 核心运球 跳起的 明白 两次手力 一次核心 一二 压 是 good good try 再来 go 接着抽 对 抽 good shot 再来 压 是 good good ball 再来 球 一二 压 抽 对了 变了有少少是 半拋头 但是 重点就是 你可以在侧身方面上揽 你这样控制到 其实我都觉得你OK 明白 但可能我后卫型 我惯了走揽 我可以打开手放揽 所以我就会比较打开 而且我矮 明白 再来 一二 压 对了 不用拉那么远 你不用硬拉远 重点是你是入的 你明白吗 练熟了 你的勾手 你以后 放下了你入球的记忆 然后慢慢的勾手的感觉才能重新 射球 拋头 勾手 全部都是终结技巧的手感 你必须要是 放下那个感觉 你看我射得准是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的射球训练 压 压 对了 撞 好 那我们试试整套动作 接球在前面 当有防手指在前面 描览 描览 描览先 对了 好 明白吗 你记住这一刻很重要的 你要占据你下一个射球的空间 再看一次 swing 推 半转 压后 对了 good ball 明白吗 good try 再来 入了它 准备 swing 推 半转压后 多了个泳球 少一个 少一个 准备 记住 不用理我 swing 推 半转压后 半转压 是 good ball 记住我们训练这个核心的运球 压后 你会做多很多不同的动作 明白吗 好 今天 完